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明的古国 他们在古代都是这个依神的上帝的信仰 越古越是相信一个神 是那样子的 但是这个上帝信仰呢还不够 因为没有一本圣经把这个信仰呢 具体的固定下来 所以这个上帝信仰呢 越传下去 越模糊 到了明朝的时候 宋朝明朝 已经是天就是礼 天就是道理 没有一个真正的神 后来到了现在 变成完全无神论 就是这个上帝的信仰本身是不足够 必须要相信耶稣 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耶稣 然后才会有清晰的信仰 假如没有这个上帝的信仰 耶稣的信仰 市场经济能够叫我们勤奋 但是不能够叫我们有爱心 不能够叫我们诚实 但是当我们有了上帝的信仰 那就不同了 我们对人会有一种爱心 我们会诚实 是发自内心的 不是应付人的 是发自内心的 今天我们看我们的经文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十九到三十一节 哎呀 我恐怕这个就是没有电了 那我就请 那我就请我太太来帮我 只要没有电就不要紧 我太太会帮我打这个投影的 有电呢 OK 再来一次 非常好 谢谢你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十九节 这句话是耶稣讲的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涩滑艳乐 又有一个讨善的名叫拉山路 混身生伤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人会冲击 并且走来点他的刀 后来那好看的死者 被天使戴起 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怀战了 他在阴阶受痛苦 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山路在他怀里 就喊着说 我属亚伯拉罕啊 可怜我吧 打他拉山路来 用水偷沾干绝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你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该回想你生前想过多 拉山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老受痛苦 不但这样 并且在你我的之间 有深渊陷阱 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雨那边 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能的 财主说 我主啊 即使这样 所以打他拉山路到我处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们可以对他们作战 变得他们要到这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佛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 他说 佛主亚伯拉罕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出去的 他们必要要回改 亚伯拉罕说 若不听从佛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亚伯拉罕说 这个圈 那么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呢 是《实际的人》 那个分题呢 就叫《心灵的家乡》 在191870年 德国成为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国家 德国的历史并不是很长 在1870年之前 德国分成很多很多个小国的 其中最大的 那个叫 Poison 中文叫什么 普鲁士 后来普鲁士呢 就把整个德国呢 统一起来 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的 是用德语 奥地利也是德语的国家 但是奥地利没有参加 统一德国的一个 很有功劳的一个人 叫卑斯麦 听过吗 卑斯麦 当时是1870年 很多中国人 日本人到德国来留学 中国派他们来留学的 当时卑斯麦讲一句话 他说我告诉你们 五十年之后 日本会成为一个世界的强国 但是五十年之后 中国仍然落后 他这个话讲中 他怎么知道呢 因为 中国人来到澳洲 来到德国 学的是科技 工程这些东西 怎么样造枪造炮 造火车造飞机 并且政府派了一些人来 哎呀 这个飞机很好啊 我买回去 这个 这个机器很好 买回去 但是日本人来的不是 他们什么都学 学德国的文化 德国的音乐 德国的哲学 德国的神学 德国的文学 你说学得到干什么 学德国的哲学 在干什么 不实用啊 但是卑斯麦看到这点 五十年之后 日本会成为一等的强国 中国仍然落后 的确是 我们中国文化呢 是个实际的文化 讲实用的文化 我曾经问过很多留学生 在澳大利亚也有很多中国去的留学生 我说你们来这里读什么 他说读会计 我说你喜欢吗 他说嗯 就这样 有的人来读工程 有的人来读这个 什么 金融 我问他喜欢吗 各种说 嗯 也不讨厌吧 没有一个人说 我非常的喜欢 没有人读文学 没有人读历史 没有人读考古学 没有人读哲学 因为你读那些东西 父母会问你的 你读这来干嘛 有什么用啊 能够找到工作吗 我们都是读一些 有用的东西 实用的东西 但是这样子的话 就埋没了很多人才 很多人应该是读文学的 没有去读文学 他去读工程 很多人应该去读历史的 他去读了医学 他的爱好 他的长处 根本不在那个科目里边 他去读那个东西 他读的很苦 并且读的不会比别人好 因为你不喜欢那个东西 你还要读那个东西 将来你还要做那个东西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因为埋没了很多的人才 很多年前 我年轻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结了婚了 我跟我太太 还有两个小孩子 在德国的杜町那里读神学 进修神学 当时有一个从香港来的 现在很有名的一个男人 叫温伟耀博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讲到 温伟耀博士 他写的一本书很有名的 就是《共产主义与基督教》 他写的非常精彩 他在英国读博士 他写的那个博士论文啊 我一看我说 你写这个来干什么啊 有什么用呢 我问他 他怎么说呢 他说孙伟耀博 我告诉你 假如你斤斤计较一个东西 也没有用 最后你连实用都办不到 他说你一定要 一定要搞好你的理论基础 你的实用的东西才能够搞好 他这句话好像 一棍打在我的头上 我们就是斤斤计较一个东西 是不是实用 终于呢 我们连实用的东西都办得好 你看 你来到德国 你发现德国是非常实用的 你一打开这个门 你发现 哎呀这个门那么坚固啊 打开窗 窗户很坚固 一点风都不透进来的 我们在澳大利亚不是的 因为那个门呢是透风的 你走过 从于那个风就吹进来了 这是实用 但是我告诉你 德国人造的每一样东西 背后都有一套理论的 你不把那个理论搞好 你不能够把实用的事情办好的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心灵的家乡 哎呀讲心灵 这个东西太抽象了 太玄妙了 有什么用啊 一个实用的人不喜欢讲心灵的 那么一个实际的人呢 还有一个问题 他只顾今生 一切的事情 都是为了这一辈子 这一生 所以我们忙来忙去 为了赚钱 但是忙了很久 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而忙 你看着很多人的表情 在街上 在地下铁里边 你发现这些人的表情呢 又很大的迷茫 迷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能够安静下来 一安静下来呢 就没有目标了 一安静下来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忙 我们为了赚一点钱 就非常的拼命 但是一下班 一安静下来呢 整日就迷茫了 就说 忙来忙去 到底为了什么 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 每周晚上 我有一个查经班 就是查考圣经的班 有一个老先生 他不是个经徒 他几乎每一次来 他都问一个问题 就 唉 一个人忙忙碌碌的 过了那么多年 到底为了什么 他问了好多次 到底为了什么呢 我以后再跟大家说 他终于找到 他的人生目标了 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 讲到这个财富 他有六个兄弟 因为他死了之后 他说还有五个兄弟 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了 他们只是重视今生的享受 没有一个去一早 就搞定他永生的问题 就是永生呢 就是心灵的家乡 家乡呢 就表示一个永远的归宿 其实 我们中国是个非常重视家乡的民族 我们中国的诗 特别是唐诗 里面有很多诗故乡的诗 是不是啊 最有名的一首很简单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诗故乡 是不是啊 还有很多啊 读在异乡为异客 等等 很多很多的诗 都是诗故乡的 那么 我们都有这个 籍贯的观念 你的家乡在哪里 其实我不是在乡下出生的 我是在烟台出生的 但是我的籍贯是七乡 是烟台附近的一个农村 但是我们就忽略了一个问题 原来我们的心灵 也需要一个家乡的 很多年前 2001年 因为我不是在家乡出生的 我小的时候 听我爸爸妈妈说 哎呀 家乡很好啊 那里有一条河 那里河的河水很轻 我们常常到那个河里面去游远 在那里抓鱼 这样子 那么还有一头牛 那个牛跟别的牛会打架的 怎么怎么样 我们到外面去骑着那个驴 怎么怎么样 你爷爷他很会做酒 他那个葡萄能做酒 那么好啊 我妈妈常常说 哎呀 乡下的生活 我没有过够啊 那我就很羡慕自己的家乡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家乡 我的爷爷奶奶在那里 在那里过世的 我的堂哥哥堂弟弟都在那里 终于有一年 2001年 我一个人过年的时候 回我的家乡 我没有告诉他们 因为我知道我一旦告诉他们 他们以为我在外面发了财 就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 我没有告诉他们 所以呢 我就静静的一个人 回去我的家乡 但是那是很不好的感觉 为什么呢 我在我堂哥哥面前出现 我说我是伟光啊 他说什么 你就是伟光 我说是啊 他不相信 他回家 我爸爸曾经寄了一个照片给他 他一看 是啊 这个就是你啊 他就把我交代进去了 他看见我的时候 没有一个笑容 没有热情的款待 没有欢笑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这个脸很苦的 并且呢 常常在这里骂人 不是骂我 他用脏话骂另外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是谁 他跟我谈话 常常骂那个人 他骂那个人干什么呢 讲我们北方的脏话 广东的脏话 是四个四个字的 北方的脏话 是三个三个字的 那么还有我们堂弟弟呢 也来了 也是我脸没有表情 后来连他们的儿女也来了 连他们的孙子也来了 连小孩子脸上都没有表情的 我逗这个小孩子玩 他们不笑的 我就感觉很奇怪 后来我才发现 家乡并不是我爸爸妈妈说的那么美好 后来我说我要到那个河那里去看一看 那个水是怎么样 想不到我到那个河里边 根本没有水啊 早就干了那个河 哎呀 我没有看见一块美丽的土地 一个美丽的房子 一棵美丽的树 当时是冬天下雪 他们每一个房子 每一个房子 外面都有一堆垃圾 这个雪落在这个垃圾上 你说美不美呢 就是不美 雪落在垃圾上 就是不美 并且这种路啊 都是泥巴路 没有扑过的有流破路 所以每一次回家呢 这个鞋啊 一大堆的泥 要用一个树枝啊 硬的时候就把这个泥都撅走 那才行 所以 那时候我回到乡下 我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回到乡下 回到家的感受 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我在山东出生 三岁就到了上海 五岁就到了香港 那么后来到美国去念书 后来又到德国来念书 现在住在澳大利亚 其实我从开始就走来走 跑来跑去的 哪里是我的家呢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 因为我有心灵的家乡 我十九岁那年 我相信了耶稣 我就有一个安全感 我有个永久的家乡 就是心灵的家乡 刚才 这个故事啊 是耶稣所讲的 那么耶稣讲 这个故事呢 其实不是个故事 因为讲你翻开寿经看了 圣经并没有说 这是个比喻 一般来说呢 耶稣讲了个比喻呢 圣经就说 耶稣又为他们讲了一个比喻 又讲了一个比喻 这里没有说是比喻 耶稣就说 有一个财主是怎么怎么样 换句话讲 很可能就不是个比喻 很可能就是一个 的确发生过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比喻 并且这段经文是非常严肃的 不是开玩笑的 是跟我们的生死有关系的 这段经文呢 我们怎么样掌握这段经文呢 你假如留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你应该会发现有三个名字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三个名字 大家能够提出来有三个名字 一个是亚伯拉罕 另外一个是拉斯罗 还有一个 财主都是个名字的 摩西对的 我们就根据这三个名字啊 来掌握这段经文吧 那么首先呢 耶稣是故意的提他们的名字啊 首先呢就提到财主与拉撒路 你假如有本圣经呢 你的圣经上面 上面这段圣经的前边有个标题的说 财主与拉撒路 这不是圣经里边的 是后来的人加上了标题 你会感觉到这个非常奇怪的标题 是不是啊 为什么呢 这里说有一个财主怎么怎么样 二十天又有一个讨算的名叫拉撒路 你会感觉到非常奇怪 为什么耶稣没有提这个财主的名字 而提了这个乞丐的名字 是不是耶稣不懂得讲故事 其实耶稣是个讲故事的高手 他非常知道怎么样讲故事 他在这里 他是不是不懂演讲的艺术 不是 我认为他是故意的 因为一般的讲故事呢 讲里边有两个主角 要不你两个名字都不提 是不是啊 诗人与农夫 王子与乞丐 美女与野兽 都没有名字 是不是啊 要不呢你两个都提名字 罗密欧与朱丽叶 梁山国与朱英台 阳台奴与小白菜 小白菜也是有名字 都是这样子的罗 都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啊 怎么会一个有名 一个没有名的呢 啊 耶稣是不是不会讲故事呢 故事 耶稣是故意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 啊 对了 我把它写出来 耶稣在这里呢 提到这个无名的财主 他过的是个非人的生活 表面上看起来 啊 他很有钱 啊 后来呢 讨算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 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那么这两个人呢 都死了 但是两个人的结局 非常不一样 为什么非人非常不一样呢 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耶稣不提这个财主的名字呢 没有名 他就是不是个人 人 总是有名字的 没有 没有名的人 过的是非人的生活 我回家乡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 你假如家里面 养一个宠物 一个狗 一个猫啊 他都有名的 我们在香港住惯了 在海外住惯了 狗都有名的 是不是啊 那个主人一定会给这个狗 有个名字 我回到家乡 诶 有一个狗在那里汪汪叫 他很不客气地叫 后来我问我的唐哥哥 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 狗怎么会有名字呢 那么 那个狗在那里叫呢 他就出来叫 叫什么 不要叫 骂了狗 原来在乡下 猫啊 狗啊 有个都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 这就是对你没有骑马的尊重 你过的不是一个真正的狗狗生活 你没有名字 我曾经问过我爸爸 我说 我的爷爷叫什么名字啊 他说 你的爷爷叫孙什么什么 我说 那么你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他说 我的爷爷叫孙什么什么 那我说 你的奶奶叫什么名字呢 你说他怎么说呢 他没有名字的 你奶奶没有名字 就是孙张氏 他本来姓张啊 孙张氏 啊 没有名字的 没有名字的 没有身份的 没有尊严的 没有位格的 没有个性的 就是 当一个人 不看重别人的名字 不给他的名字 这个意思是说 把他看成不是一个人 我们可以想算一下 这个财主 他的收钱 他一定是很有名的 是不是 你说这个财主有名 还是这个乞丐有名呢 当然是个财主了 个个都认识他 个个都知道他的名字 反而这个乞丐 谁去管他是什么名字呢 哎 但是呢 耶稣不是这样评估的 所以他 耶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财主 没有提他的名字 耶稣根本不认识他 所以没有提他的名字 名字很重要的 他 这个财主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他说杀了人还是怎么样 害了人还是怎么样呢 圣经没有提他犯什么罪 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 我们看整个故事 我们就知道了 他根本不理他的心灵的家乡 我在这里我过得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去管什么信仰啊 这是问题呢 我不理 我吃得好好的 以前的人的享受主要是在那里吃饭 吃一顿好饭 你说为什么这个财主在那里吃饭 他的桌子旁边会有个膝盖呢 他怎么会让这个膝盖进到他的家了 可能大家会有这个好奇 我告诉你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很多有钱人呢 很喜欢就是 很喜欢去表露自己的财富的 他们请客吃饭的时候啊 请那个厨师来煮饭 那个香味 大家都 街上的人也能闻得到 很多小孩子过来 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我在虽然是香港 香港那时候也很穷的 我们家也很穷 那些有钱人请吃饭的时候呢 哇 把那个桌子 饭桌子推到街上去的 那有一个餐馆来替他们煮饭 我们就是小孩子站在那里看 我们口水在那里流 很香啊 这个味道 我们这种没有的事 但是就是有钱人不会把东西给我们吃的 犹太人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膝盖就在那个桌子旁边呢 就是希望得到一些零碎来做他的食物 换句话讲 这个财主他犯了什么罪呢 他不需要犯什么罪 他不理会他的心灵家乡 这个本身就是一件罪 所以圣经说 耶稣的救援是那么大 假如我们忽略了 怎么能够得救呢 不能够忽略了 他不但忽略这个心灵的家乡 他也忽略别人的需要 一个逃犯呢 就在他的桌子下面 他就不理他 他看着没有看见他 反而这个狗看着他的 这个狗就舔他的窗 当这个动物用舌头舔另外一个人 是表示一个有好 你看无论是狮子啊老虎 用舌头舔另外一个动物 就是医治理 对你有好的意思 反而这个狗 对这个旗子那么友善 这个财主就根本没有看法 所以他就下到阴间去了 那么提到这个名字呢 就是这个拉撒路 犹太人的名字呢 都有一个意思的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名字一样 其实任何人的名字 都有个意思的 洋人的名字也有个意思的 不过洋人他们不太重视 他们往往慢慢就忘记了 这个原来的意思 但是我们中国人每一个名字 都有个意思的 犹太人也是一样的 拉撒路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名字就是说 神已经帮助 就是说他虽然求 但是他相信 神已经帮助了他 虽然他常常挨饿 但他已经相信 神已经帮助了他 换句话讲 他对这个神是有信心的 讲信心 我必须要提一提 我们基督教 是特别重视这个信心的 这个信心是信仰的入门 信仰是那个东西了 你怎么入门呢 就是凭信心 为什么我们基督教 那么重视信心呢 其实你环顾全世界的宗教 你发现只有基督教 是重视这个信心的 佛教 其实不能说他信佛 其实佛教从来没有叫你信 佛教让你修 你要修佛 不是信佛 你信佛他干什么呢 唯有基督教说信耶稣 伊斯兰教 也不是叫你信的 他要叫你顺服 伊斯兰的意思 就是顺服的意思 伊斯兰这个字 本身的意思 就是顺服的意思 他也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福气 你顺服他 你就有福气了 不管你的心怎么样 你顺服就行了 但是唯有基督教呢 是讲信的 为什么基督教那么重视信呢 你想一想 信是包括信任的 任何的关系的起步 第一步一定是信 我曾经去看过医生 看了两次之后 我不再相信这个医生 我认为他是要赚我的钱的 他不是真正要医我的病的 我不再相信他了 那怎么样 我也不再去看他了 是不是 你根本不相信他 你为什么这样去看他呢 你跟朋友交了 首先你要相信对方 拿两夫妻来说吧 两夫妻的关系 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 是相爱 是不是 彼此相爱 就好像我们两个那种相爱的 那么第一层呢 还是很高的境界呢 那么叫相敬 我们说相敬如宾 很少人做得到 但是我第一次是见过一对 现在已经过世了 假如没有过世 他们已经一百岁了 他们两个夫妇 他们说 我们已经没有爱了 但是我们还是相敬如宾的 这位太太早上起来 倒一杯茶给她的丈夫 她说 相公请茶 她的老公子说 谢娘子 哎 他们真是相敬如宾的哦 我亲眼看到的 哇 也不错 这样子是不是 在第一个城市呢 就是相熟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你讲第一句 我就知道你讲第二句 是讲什么了 最低的城市呢 是相信 是不是 只要你讲的话 我根本不相信 哦 昨天晚上你去到哪里啊 你说你约了朋友 在外面吃饭 我不相信 那就糟糕了 我认为你去 跟你的女朋友约会 我根本不相信 哎 为什么少了一千块钱啊 哎呀 我丢了 我不相信 我认为你是给了你妈妈 假如两个夫妻 到了一个不相信的地步呢 他们的关系就破产了 最起码不是相信 所以我们信基督教 不是信一个宗教 是跟神 跟这个耶稣建立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的第一步是相信 首先我要相信 耶稣的确是存在过 我要相信 祂的确是在实际下上 为我而死的 我信任祂 我不需要什么都搞清楚 我信任祂 所以我相信祂 你就得救了 信是建立关系的第一步 你以后才去敬拜祂 以后才去爱祂 那是以后的事情啊 但是第一步首先是要相信 没有的第一步 不会有第二第三步的 我重新试过几次去买东西 我拿了东西之后 我就看 哎呀 忘记带钱了 因为以前没有信用卡 是东西的 忘记带钱了 我就对这个店员说 哎呀对不起啊 我忘记带钱了 背后几辈子 你拿走 你他走 以后再说了 以后有空你再来管我了 哇 你会有什么感觉啊 哇那么好 他们那么相信我呀 你会有一种被信任的感觉 你会感觉非常好 你会有什么表现呢 马上跑回家 拿钱马上还人家 是不是啊 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祂会很高兴 因为我们是那么的信任祂 所以这个拉撒路的名字 就是神已经帮助我 我相信神已经帮助我 尽管我现在还经历不到 我已经神已经帮助我了 这是建立与神关系的第一步 好了 这是财主与拉撒路 拉撒路的名字 我们现在要看看第二个名字 第二个名字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谁呢 他是犹太人的祖宗 二十四节那年 这个财主在阴间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可怜我爸 怎么怎么样 打发拉撒路来 用舌头用紫头沾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那么这个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出现表现什么呢 亚伯拉罕的出现表现 显示心灵的家乡 因为这个财主只有身体的家乡 这个拉撒路呢 就回到亚伯拉罕的怀里 就他回到心灵的家乡那里了 他回到家乡有种被爱的感觉 我的祖先是爱我的 我二零零一年回到家乡 我没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坦白说 那所以我不感觉到 那是我的家乡 那么这个财主呢 他的痛苦在哪里呢 他的痛苦他在阴间 甚至说他在阴间受苦 那里非常的热有火 他说我祖亚伯拉罕 求你吩咐压拉撒路来 用纸涂煎沾点水 涼涼我的舌头 就是说这个财主啊 他没有办法满足他最正常的 最起码的欲望 每个人都有很多欲望 其中一个欲望就是 希望能够凉快一点的欲望 他这个是非常基本的欲望 都没有办法满足 各位我想问你 你怕不怕热啊 怕 今天中国很多地方都很热 中国有四大火炉 现在说是有五大火炉 重庆是个火炉 武汉是一个 南京是一个 另外也是什么 不记得了 这个火炉越来越多 天气变化 越来越热 五年前我来德国 我从来没有想过 德国会那么热的 那一年很热 我们在四十加特那里 住了旅馆 连这个旅馆也没有空调的 没有风扇的 因为我问旅馆 旅馆说 我们从来没有什么热的 根本不需要风扇 想到外面去买一把风扇 也买不到 哇 热的很厉害 四十度 我从德国做火车 又到了匈牙利 哇 匈牙利 热的不得了 在那个火车里面 这个火车没有窗的 这个有玻璃 那是不能够打开的 哇 很难受 在火车里面几个小时 欧洲也热了很多 各位 你怕热吗 你假如怕热 你就要信耶稣吗 因为在阴间更容易热 很难受吧 怕热就要信耶稣了 我也很怕热 你基本的欲望 你都不能满足 你说多苦啊 并且 亚伯拉罕说 这是个深渊 他说 不能够 我不能够把拉撒路打扎到你们那边 因为啊 他二十六节来 不但这样 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限定 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 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能的 神是深渊 圣经就说 神在今生给我们一个限期 这个限期就是我们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我们就要决定了 你是不是相信耶稣 还是你不理他 这是永久的决定 这个决定你一旦做了 或者你不做这个决定 这是永久的 再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将来就会有个深渊 永远不能够再到那边 没有轮回这回事的 轮回的观念 把永生 永远到阴间去 这个东西模糊掉 永远都有机会 我告诉你 限期是很重要 你在学校里面 老师给你个作业 都给你个限期的 下个礼拜我要交这个作业了 假如老师说 没有限期的 什么时候交都可以 你会不会交啊 你不会的 没有限期的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交呢 有些基督教的机构 要我写个文章给他 我说好啊 哪一天是限期的 没有限期的 没有限期我就永远都不写了 没有限期嘛 你问你银行借了钱 银行都给你个限期的 什么时候要还 哪个月还多少 假如银行对你说 不用 没有限期的 你永远都不能还钱 人就是这样子 总是有个限期的 神给我们也有个限期 在这一生 我们就要决定 看来是理会 还是不理会耶稣 问题在说是什么呢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死 所以最好把握今天 你就要相信耶稣 在澳大利亚 有一个洋人 娶了一个中国人 那个中国人 成为一个基督徒 这个洋人 一直都不愿意成为 一个基督徒 那个女的请我回家 向她的丈夫传福音 我跟她传福音的时候 哦 这样子 那容易呢 她说 我在我的德文语里面 stab a bit 这么几个团队啊 死床 死的时候躺在床上 stab a bit 英语叫 叫什么 英语叫什么 我忘记了 dead bit 在我的dead bit那里 我就请一个牧师来替我打炮了 我怎么对她说呢 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会有个死床啊 你怎么知道你会死在床上啊 下来说 真的 你怎么知道有张床 给你躺在那里死啊 我真是不知道 那么这个在河拉海呢 你发现呢 他对这个财主的回答 很奇怪的 他回答表示一个选择 他在二十五节那里说 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该回想 你生前想过福 拉萨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他这个回答非常的奇怪 用中文来看 好像说 所有想过福的人都要到阴间去 所有受过痛苦的人都要到天堂去 他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原来的人字啊 这意思有个重点的 就是说 这是你的选择 就是说 你以前只是选择想福 你得到了 你想过你的福了 就是那么多了 这是你的选择嘛 你从来没有多要求 你从来没有要求有福生 你根本不理这个问题 你得到你已经得到的东西了 好了 就是那么多 那这个拉萨路就不同了 他在贫穷的时候 他能够求告神 他相信神已经 已经帮助他 其实 圣经从来没有说 财主不能够死 不能够得有什么的 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财主 圣经里面有很多基督徒 信耶稣里面都是财主 只要我们不要在生前 只是把我们的享受 放在金钱方面 放在物质方面 所以亚伯拉罕这个回答 表示一个选择 选择很重要 有一个曾经里的同事问我 他说神给我们的选择 非常不公平 他说假如神给我们的选择 是一杯是柠檬茶 一杯是咖啡 那我说无论你喝什么 都不要紧了 只要他给我一杯是柠檬茶 一杯是毒药 要我选择 那很不公平的 他说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他说我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说任何的选择 都有后果了 假如不是话 就不是选择了 是不是 你选择架配一个人 这是你的选择 有后果的 后果可能好 什么不好 你选择娶一个人也有后果的 你选择到德国来 这是个选择 每一个选择都是严肃的 所以选择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 他还代表什么呢 他代表信心之父 他不光是犹太人的祖先 他也是我们的心灵的祖先 因为怎么样呢 亚伯拉罕 我们基督教说他是信心之父 就是说所有用信心去相信耶稣的人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这样说的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新约社就会这样说了 就是无论你是中国人 你是德国人 你是什么人 你以信为本的 不是以行为为本的 用信心进入这个信仰里面 然后你就会懂得去爱人 所以亚伯拉罕是所有信耶稣的人的父 他是我们的心灵的祖先 好了讲到这里 还有一个名字就是摩西 圣经提到摩西和先知 什么叫摩西和先知呢 你们知道圣经啊 是分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的 旧约比较厚 新约比较薄 旧约圣经是讲耶稣以前的事情 新约圣经是讲耶稣出生了以后的事情 但是新约旧约都是以耶稣为中心的 旧约圣经预言耶稣要来 新约圣经就说耶稣已经来了 并且还要再来 所以摩西和先知就是当时的旧约圣经 耶稣的年代还没有写新约圣经 耶稣以后才写了新约圣经 27到29节什么说呢 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 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 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亚伯拉罕不愿意把拉撒路打发回去阳间 让大家看见 哎呀这个死的人复活啊 就相信耶稣 不 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 摩西和先知什么呢 整本旧约圣经就是摩西跟先知写的 就摩西先知就等于整本旧约圣经 圣经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不可以不听 神的话一定要听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话人家不听 你也会生气 你对一个人说话他根本没有听见 你再说他也不听 你会不会生气啊 特别是你家里面的人 你接了婚了 你说话你老公不听 你说话你妻子不听 你说话你的儿女不听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哎 不听话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神说的话 他对我们说的话 我们不听 神就有反应 到最后这个限期过了 他也没办法了 好了 你不愿意听 你就到阴间那里去了 所以神的话不可以不听 那么神的话 旧约圣经到底是讲什么的呢 很简单 圣经就是讲耶稣的 整本圣经就是讲耶稣的 我们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 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五节 斐利找着拿单列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和众先知 你看我们在这里不是看到 摩西吗 还有先知吗 就是整本圣经 所写的 都是关于一个人 所寄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的 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撒勒人耶稣 就是说整本 静约圣经的核心 就是讲耶稣的 有一个救主将来要来 他的名字叫耶稣 所以耶稣第一批的文徒 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 哎呀 圣经里面讲的那一位 我们找到了 我们遇见的就是耶稣 他已经来了 所以我昨天晚上说 我们不可以不理耶稣的 他是历史上最核心的人物 我昨天晚上说 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件事 就是耶稣降生 就是西方的圣诞节 耶稣复活 就是西方的复活节 还有耶稣再来 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 但是我们要注意 耶稣复活 他没有复活之前 他先被钉在十架上 为我们死 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当我们中国人听见罪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都很难接受 我十九岁信耶稣 十八岁的时候 我的一些同学来向我还福音 有一个同学说 孙女光你是个罪人啊 我听了这个字我就很反感 我说我爸爸妈妈说我是个好孩子 邻居都说我是个好孩子 老师都说我是个好孩子 你怎么说我是个罪人啊 这个同学对我说 孙女光 你要诚实地面对你自己 你外面很好啊 你里面有很多的黑暗 这句话都抓住了我 你别看我十八岁 里面还是有很多黑暗的 大了之后更多的黑暗 我知道你自己里面有很多的黑暗 所以这句话都抓住了我 我一直都挣扎了一年 我终于在神面前 跪下来祷告 承认我是个罪人 一般来说 我们中国人说罪啊 是你犯了社会的法律 这个叫罪 但是圣经不是这个意思 圣经说我们犯了神的道德的律法 圣经不说法律 说律法 道德律 我们自私 我们撒谎 我们猪 骄傲 这个都是罪 所以我终于在神面前 承认我是个罪人 而耶稣为我的罪 已经被钉死在属下上 祂是带死的 带我而死的 因为耶稣没有犯过一件罪 我在墨尔本认识一个洋人女孩子 他十八岁那年 十八岁的时候 很多人都去开车 学开车 考了一个执照 他当时还没有车 他开了他爸爸的车 他超速了 超速了 就收到罚款 这个罚款寄给谁呢 寄给他爸爸的 因为这个车是给他爸爸的 罚款自然的 寄给他爸爸的 他爸爸看见他罚款 好了 替他女儿付了 然后告诉他的女儿 我替你付了罚 我请问 这个女孩子也是个军徒 她会讲中文的 她后来到南京大学里面去 进青了 她会讲中文的 她对我说 她说请问 她说我们中文堂讲道 我请她讲道 她后来二十岁 她说请问 我爸爸替我付了罚款 我还用一用再付一次罚款呢 当然不用了 耶稣在十一架上 替我们死 就是他替我们付了罚款 我们一切所犯的罪 他就替我们付了罚款 我只要相信他 我接受他做我的救助 我就不用再付罚款 所以我的身体还是会死的 但是我死了之后 我会复活的 就算我死 我会好像拉撒路那样子 回到我心灵的家乡那里 圣经六题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的名字 应该是乐园 因为耶稣有一次 他钉在什么架上的时候 旁边有个土匪呢 也是在那里 那个土匪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说 今天你必与我同在乐园里了 那个地方是我们灵魂去的那个地方 叫乐园 那个还不是天堂 这个财主去的地方 是个阴间 还不是地狱 那是个临时的地方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大审判 然后有一个最后的归所 就是天堂与地狱 换句话讲 一个人死了 那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们根据耶稣的权规 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乐园 一个是阴间 快证说 乐园呢 是个招待所 那个阴间呢 是个居留所 还不是最后的监狱 是个居留所 请问你要到居留所 还是要到招待所 我没有去过招待所 在飞机场有些会员 可以到招待所里面 我听说里面挺好的 有电视看 还有可以洗澡 可以喝咖啡 我没有资格去 但是我去过拘留所 我去过探访一些 一些人在那里被拘留 拘留所也不好受了 那就是我们精神的决定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耶稣自己说的 我们要到居留所 还是要到招待所那里去 所以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用祂的生命付了罚款 这个那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不理的 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呢 三十节 他说 我主亚伯拉罕呢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我的兄弟那里去 他们必要悔改 你看 所谓信耶稣呢 包括悔改的 就是承认我是个罪人 信耶稣不是个理 不光是个理性的东西 一定包括悔改的 没有经过悔改 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 一定是这样子的 亚伯拉罕说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确 换句话讲 圣经耶稣在地上 行过很多神迹 他医治了很多病人 是不是 但是神迹本身 不能够叫我们信耶稣 那种信指是什么呢 那种信是不包括悔改的 所以那不是真正的信 所以亚伯拉罕说 就算我把拉罕路打发 回到阳间去 还是没有用的 最多人叫说 哎呀你原来死而复活了 哎呀那么好啊 他们不会悔改的 他们会带来惊讶 但是不会带来悔改 除非我们看到圣经的话 圣经说 你我是罪人 我们愿意谦卑在神面前 承认是个罪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那你就得救了 你从那一刻开始 你就进入了这个信仰 进入了这个救恩了 好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结论 心灵的家乡 一点也不抽象 心灵的家乡 才是永久的家乡 地上的家乡 你是七霞也好 你是什么地方都好 那不是你真正的家乡 你找到心灵的家乡呢 你就不会再迷茫 你就能够放心 因为我一次我搞定了我永远的归宿 我反而能够放心去享受今生 可能大家会说 那我怎么样找到心灵的家乡呢 我走哪条路啊 耶稣讲的很好了 因为刚才那个事情也是耶稣讲的 耶稣说他就是道路 圆安福音的十四章的六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没有人能够回到回家回天家 所以怎么样回天家 就是相信耶稣 各位你想想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世界上阿里有人说过那么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太大大大了 你听过很多很多的老师 神学家 他们都说这个是道路 这个是真理 这个是生命 你走这条路 你就会尽早成什么境界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真理 耶稣讲过很多很多这种话 耶稣的教导 跟一般人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是 我就是神的儿子 我还要再来 我死了还要再复活 我现在要到父家里去 我在我父家里面有很多住的地方 假如没有我就老早告诉你们了 哪里有人这样说话的 假如有人这样说话 好像耶稣那样子 你只有三个结论 第一 他是个骗子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子 什么 他就是真理 他就是道路 他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子 要不他就是个疯子 他发疯了 今天在神经病院里面 很多这种疯子 我就是英里王啊 怎么怎么样 摩世孙中山啊 很多人这样说的 谁相信他们 很奇怪 就算反对基督教的人 也不敢说耶稣是疯子 或者是耶稣就是骗子 剩下来唯一的可能性 他就是神的儿子 疯子 骗子 神子 是你的选择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跟他建立了一个关系 我们就能够回天家了 各位 回家是个最正常的表现 你去买菜了 买菜回来 买菜之后 到哪里去啊 回家 你就上学了 上学之后 到哪里去啊 回家 你上班了 上班之后 到哪里去啊 回家 你来参加盈会 盈会完了 到哪里去 回家 回家是个最正常的表现 假如一个人 没有这个家 到你回去的 哎呀 他真是很惨啊 我们死了 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啊 在空中飘来飘去啊 最后还是飘到阴间去的 你的心灵也需要这个家 那就是天家 你要回家了 回家 回天家 回天家 是一个人最正常的表现 讲到这里 我不怕公开的跟大家 谁愿意相信耶稣 回天家的 请你现在就举手好不好 好 感谢主 感谢主 请你放下 那是最正常的表现 感谢主 我们低头打发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在天上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 那是个完美的家 我们在地上 我们在地上 往往被我们搞得一塌糊涂 都不像那个家 连我们回到家乡 也往往有一种 没有回家的感觉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特别的感谢你 就是你把你的儿子耶稣 拆到这个世界上来 在2018年 他为我们来了 他为我们付了罚款 在十字架上 用他的生命 替我们付了罚款 以致我们不需要再受惩罚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可以回到天家 回到乐园那里去 与你永远的同在 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刚才的朋友们感谢你 他们举起手来 表示愿意回天家 求你以后也带领他们 让他们还在地上的时候 有美好的成长 并且把你的福音传给别人 其他的朋友们 我们继续求你做感动的工作 做顺服的工作 以致我们这里 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你 踏出第一步 走进这个信仰里面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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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